2022年4月1日是哥哥张国荣过世19年的忌日 身前好友郑丹瑞邀请了几位哥哥的忠实粉丝 分享与偶像相处的珍贵回忆 其中一名影迷拿出了一张珍藏了37年的婚纱照 美方穿着白衫新娘服 旁边勾着穿着白色西装的张国荣 原来1985年推出《为你钟情史》 TVB曾举办抽奖活动 选出全世界十位幸运歌迷 可以跟张国荣一起拍手婚纱照 而他就是其中一位幸运儿 幸运粉丝还开心地自身张泰 更认真地表示自己跟偶像拍过婚纱照 如同已经出嫁了一般 直呼我已经嫁了不用再嫁了 而如此弥足珍贵婚纱照已经流出 便在网上引发热议 很多人纷纷改改 那个年代真好啊 粉丝居然可以跟巨星拍婚纱照 这是极致的浪漫 哥哥已经离开19年 但无论是粉丝 观众 还是身前好友 合作搭档 他留给所有人的 依然是无法忘怀的永恒记忆 2022年是他的19周年纪念日 今天继续宠爱张国荣 如许梦幻游记所说 原来爱是可以跨越生死的 肉体的消失不可怕 可怕的是被人遗忘 因为真正的死亡是没有人在记得你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拍点 哥哥和粉丝好友的三十件小事 让他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 同样是郑丹瑞的这次节目 还有一名粉丝也分享了一段 到北京谈判张国荣的回应 当时哥哥正在拍摄霸王别姬 他被允许到片上一堵风采 当时刚好在拍《贵妃醉酒》那一段 张国荣骄傲地表示 这段没有找提升 全都是自己上场 除了探班 他晚上还跟哥哥一起吃饭 哥哥还特别准备了两张签名照送给粉丝 而且偷偷叫助理买饮料送给他们 不仅跟粉丝拍婚纱照 八十年代张国荣还自带乐队 参加装粉的婚礼 后来到那里拍戏 不忍心让粉丝等待 主动下落给他们签名 一位学生粉感动之余想送他礼物 但没钱只好从日历本 私下他生日那一 托酒店转交 哥哥签名后又返还给了他 张国荣至上海陆入酒家用餐 某服务员请他签名 他自然应允 后来服务生又再次进入包房 帮朋友索要签名 哥哥笑道怎么又是你 要给我小费啊 当然二话不说又请了一次 服务生过于激动 转身离去 一头碰上蒙上摔倒 哥哥见状 亲手把他扶起来 这一幅直接把服务生给激动哭了 两位歌迷和张国荣同住在太古城 他姐姐在电梯内碰到张国荣 并也鼓起勇气 问哥哥住在哪个单位 可否让弟弟上他家拿签名 没想到哥哥爽快答应 于是歌迷带上限量发行的歌曲 上去找他 最初女佣六姐不让歌迷入内 后来只听到哥哥说让他进来吧 多年后这位歌迷在街上遇见哥哥 上前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 他答道 我当然记得你啦 你知道吗 你是唯一一位能够入我家去签名的歌迷 张国荣的记忆就是这么惊润 八十年代有位女粉丝找张国荣要签名 于是把英文名也改了 九六年哥哥付出签名会 这个女孩已经改名了 他请哥哥签上自己的英文名 哥哥写完后快快一笑 一位八岁的小戎迷路上偶遇哥哥 想过去要签名 崇尚去大喊 我好中意你 哥哥身边的朋友笑着问他 小家伙你装你哥哥哪里 小孩很慌快的说道 肥嘟嘟嘎美人 哥哥从小包里拿出一支笔一张纸 刷刷刷写好给了他 然后摸摸他的头才离开 纸上写着 细肥老 肥嘟嘟嘎张国荣 当年拍大夫之家 刘亲民不小心用网球指导哥哥的左眼 造成了眼角摩擦伤 于是戴上了眼罩 当容民问向他要签名时 哥哥说我只有一只眼睛 是不是签名也只能签半遍 于是时尚最独一无二的签名出炉了 还真是将签名的每个字都只写了一半 张国荣说自己人生的五分之一都在给人签名 一次和朋友吃饭被人索要签名 朋友喂他你每天都这样不烦吗 他说如果没有歌迷烦我 我不会有惊天 1988年听说一位19岁歌迷 罹患古爱晚期 哥哥悄悄地前往医院为他庆生 并为他送上签名唱片和写真集 随后一段时间里 即使哥哥身处拍戏工作 然坚持每天一个电话慰问 直到歌迷暗想临时 这样的人你说叫人如何忘得掉 记者邱威回忆第一次负责接待哥哥时 说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四年前我在金广弹琴的时候见过你 然后哥哥说哦对了 当时你戴了一个蓝色的发卡 吃饭的时候哥哥说这鱼挺好吃的 邱威就不去吃那个鱼了 只加别的菜 因为哥哥爱吃嘛 吃着吃着 哥哥就用公块夹了鱼给他 你也吃呀 不要因为我说喜欢吃你就不吃了 后来打车回宾馆 哥哥没有马上回去 而是看着记者们上车 邱威让哥哥赶紧回去 哥哥说不行 男生一定要看着女生上了车才能离开 拍《霸王别姬》时 剧组有个女工作人员 专门负责给演员梳头 他的丈夫也在 某天夫妻吵架 丈夫动手打了妻子 本事尝试 全剧组人都懒得搭理 只见哥哥说了一句 导演停一下 然后他把那对夫妇叫过来 用不流利的普通话说 任何人都不能打女人的 一位五星级酒店的适应生说 那时哥哥和逃生 几乎每天到那里吃饭饮茶 哥哥记得那里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 每年还亲手将红包放到他们手上 有时候漏单了 哥哥点的菜很久没有上 他从来不发脾气 也从不会说是适应生的错 哥哥第一次与尹迷共进晚餐 对尹迷的好奇之物不已 尹迷为什么他就老老实实打什么 还自我招供了很多隐私 比如最怕会飞的蟑螂 喜欢吃各种水果 吃洋葱会过敏 没进室但要散光 常常会得罪人 因为看不清对方是谁 有人好奇他的牙齿 为什么又白又漂亮 他咧着嘴说早晚各刷一次牙 1989年张国荣在告别演唱会上 对哥迷说 有一天他会开一家咖啡店 那时候一定请他们来喝咖啡 几年后在东斜西毒片场 一个武士走过来问他 那张告别演唱会票位还留着 你的承诺会兑现吗 张国荣说我的承诺一定会兑现 再过两年张国荣真的开了一家 为你终请咖啡店 邀请了三十多万 曾看过他告别演唱会的人 以免费的咖啡 老天深夜问你 中情咖啡店里一个老爷爷 带着小孩子等人 他们没有点东西 中途离开了一会儿 这时哥哥和朋友 在位置上坐了下来 老爷爷回来时 用一口湖南普通话说 这是他的位子 他还要等人 所以小伙子你得让一下 哥哥很有含养地说 对不起老人家 我没注意到 然后偷偷嘱咐旁人 送了两杯咖啡给他们 演员王淑奇 在书中回忆和张国荣 解释是说 对于我这么一个小演员 哥哥不但没有轻视 反而对我照顾有加 在王淑奇心目中 哥哥是个明星典范 演戏唱歌无一不惊 更难得的是 从没有半点气 每时每刻都以礼待人 有一次演唱会结束 近一百位工作人员 每天都收到一份 张国荣亲手挑选的名牌领 礼物上有哥哥亲手 写的上款和下款 更难得的是 对这些工作人员 无论其岗位是大还是小 他都换得出他们的名字 有两位同名的 他一分的非常清楚 完全没有弄错 有位工作人员跟黄珍说 那件礼物很美 不过他记得这件事 不是因为那件美丽的礼物 而是因为哥哥的心 其实不管是对粉丝 还是对待身边的朋友 张国荣都很大方 且没有任何明星架子 一次饭局中 张国荣将一部相机 送给过生日的张志玲 他很高兴 连声赞美 另一旁的主持人 两次好打执了一句 好亮啊 日悟我有就好了 想不到两日后 哥哥找人给 丝毫带来一部 一模一样的相机 附上的面条写了一句 这世界上 只要你肯要 奇迹就会出现 我就是创造奇迹的人 每次被问到 最欣赏最尊重的人 黄板明永远都只说是张国荣 只因为哥哥有情有义 黄老板不只一次念叨 请哥哥拍戏真省钱 需要客串二话没说 从不收钱 需要哥哥挑大量 也没问题 只要半个苦瓜脸 向他哭哭穷 说些最近日子难过之类的话 哥哥大手一挥 片手打折 给个茶包就打发了 拍九二加油喜事时 周星驰要价很高 预算不够 而张国荣为感激黄板明 放他拍霸王别姬 主动提出来 片手只收去有情价 外出宣传 这些黄老板最有贯处 说周润发宣传只带一个人 就是发嫂 哥哥更狠 宣传就他自己 一个人都不带 都知道黎明是张国荣迷 凡有哥哥的蝶上事 他就买 黎明讲起哥哥是说 他欠我三千块 他的财产得有三千块 是我黎明奉献的 有一次哥哥逗他说 甜蜜蜜我买了五十块 要不要在那个三千块里面扣除呀 扣除了我就只欠他 二千九八五十块了 张国荣是送礼狂漠 在他家只要谁看上什么东西 他都会说 中意的话就拿走 梅婷在中系 就曾与哥哥合作红色恋人 当时他送了梅婷 一副价值不菲的墨镜 令同伴的张子姨羡慕不已 在梅婷眼里张国荣就像一个亲切的大哥哥 有次去香港 梅婷就住他家 他又送了梅婷一套完整的唱片 可他居然把那套唱片落在了哥哥家里 为此后悔不已 偶尔哥哥也会撒娇所要礼物 有次他问陶金银 你要送我什么 小他哪料到他要来这招 救护他说已经买了 他还说别骗我 骗我就不招待你上我家玩 在陶金银看来 哥哥像是一个可爱又骄宗的弟弟 自艺享受着贵族般的待遇 却又不忘给身边的人 大家开心和温暖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